我會不會覺得 今天被重犯有點委屈 沒有什麼意見 會覺得自己很冤枉 深情疲憊 頭弟弟需要人搶扶 才能走下樓梯踏實 談農動作兼信心蛋品負責人 圖萬財 25號深夜涉嫌炸氣罪 到高雄地檢署應訊 辦公室也被同步搜索 談農巴西蛋風暴 圖萬財說自己幫農業部背黑鍋 但425萬顆進口蛋流向不明 圖萬財30萬元交保 流向堅持不肯說 談農負責人黃金媳婦10萬元交保 兩間公司累計至今 遭到開罰1130萬元 有沒有什麼東西想跟農業部 或者是社會大眾說 談農425萬顆巴西蛋 到底賣給誰 圖萬財不是腰頭就是搖手 嘴巴閉緊緊 但是現在又發生 新北市有民眾到全聯買席選蛋 卻踩到大地雷 打到碗裡的蛋白 竟然是綠色的 蛋殼裡面也呈現墨綠色 巴西雞蛋明明12號已經下架 但綠色雞蛋卻在18號買到 懷疑難不成是混入進口蛋了嗎 高雄市衛生局前往台農 塞鹽城的倉庫基茶 沒有發現同P號洗選蛋 最後把案件移交 新北市政府 隨機抽樣 基茶人員破口檢查 蛋白清澈 台農巴西蛋風暴延燒 僅一個月 還有425萬顆問題蛋 流向完全查不到 負責人圖萬財打死 不肯講 農業部草水進口 蛋品公司態度惡劣 但後果卻是由全民來承擔 記得紅餐藤王書宏高雄報導